还有一项值得关心的是 南子区传出第一起本土登革热个案 市府卫生局大为紧张 立即启动右昌地区11个里的 除班2号登革热防治动员 大规模进行疫情调查等 六合一紧急防治工作 特别是台风过后到处都是积水 卫生局呼吁民众务必加强清除资深源 避免扩大登革热疫情 大批防疫人员进入南子右昌地区 进行地毯式资深源检查 以及高风险列管场域查查 和社区扩大疫情调查等 六合一紧急防治工作 因为该区传出第一起本土登革热个案 面对台风带来好大雨 但防疫工作仍然不停歇 截至目前为止 即使有台风的一个干扰 那我们加户的一个资深源检查 也完成率到达60%左右 那预计今天还会持续进行 可能会接近70% 那整个大仓里广仓里 这边的一个防治 强制防治的手段 会到礼拜四为止 我们希望是达到百分之百 市府卫生局指出 首例本土个案经过检验 确定为第三型登革热病毒感染所致 而且是事隔七年再度出现第三型登革热 不排除是境外移入个案 引爆本土个案 防疫团队特别积极审慎以对 出动大拼人力 希望赶紧将疫情压制下来 现在分布登革的第三型流行的地区 包含马来西亚 包含越南 包含菲律宾 等等这些泰国等等这些国家 都有第三型的分布 那进一步可能我们会必须要去比对 现在目前在中央的一些实验室的基因 基因序列 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确定 到底可能的途径是什么 防疫人员除了进入疫区喷咬消毒之外 市府卫生局也启动本土个案奖励措施 也就是南子区大昌里和广昌里等疫区居民 在8月4号之前捕获并没纹 交到礼办公室 卫生局将依照搬纹检验结果给予奖励 不管是任何方式 用电文拍也好 用补文网也好 然后甚至用手拍打也好 等等不同不择手段 只要能够打到蚊子 那每天交到礼办公处这里 那如果您交的蚊体里面 有验出是NS1阳性的话 那我们这边会发给250块的奖金 那如果验出是带有病毒 就是PCR阳性的话 那我们会发给5000块的奖金 台风带来好大雨 各地又出现积野水的情形 南子区公所动员邻里志工 共同巡查里内可能积水之处 务必要在一个星期之内 完成警戒区内的资深员清除工作 港东新闻潘志光 来以长邦采访报道 у1 2 hi 4 6 5 5 6 10 6 7